中共掩盖巴海姆真相 北大学子怒了 浙大学子怒了 川大学子怒了 五大 南开 都怒了 真相大白 铁烟女就是中国边防战士的女儿李玲 老兵怒了 新冠由武汉实验室外泄 科学家列出十大理由 美国总统就乌克兰形势发表最新讲话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2月15日 欢迎收看第三期的《万维读报》 我是珍妇 2月15日 北大毕业100名学子 10名联署公开信 呼吁中共政府彻查徐州事件 给人民以身相 还社会与公证 公开信经陈汉村博士发布 但不久便被当局删除 目前该博主处于竞贫状态 陈汉村为北京大学教育学博士 现任教于浙江工业大学 北大学子的公开信指出 目前 徐州相关部门对该事件的调查漏洞百出 前后说法不一 令人难以信服 公开信要求中共中央 中共国务院 第一 对杨某霞的真实身份进行调查认定 给人民群众以真相 第二 对涉嫌独职及违法犯罪的政府官员及相关人员 进行调查处理 还人民以正义 第三 对徐州地区全国各地相关被拐妇女儿童事件 进行全面清查 解决目前还处在被虐待或不公正对待的被拐人员 第四 建议启动刑法相关条款修订程序 严厉打击拐妄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 杜绝此类恶行再度发生 最后 这群北大员强调 北大传统不能丢 有网上舆论指出 中共要防止五四运动爆发 由于五四运动 中国开启了一个民主科学运动 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尽管这个思潮最后被中共所代表的 国际共产帝国主义势力所消灭 但却终于由中华民国在台湾建起了一个民主的社会 有网友指出 北大学子出来发声 这是目前风声鹤唳的中共政权非常忌讳的事情 目前 虽然徐州当地政府三番四次发布公告 但公告内容自相矛盾 不少民众并不买账官方说法 纷纷进行民间调查 让当地政府感到恐惧 因为民间网友的指责 目前北京当局已经开始维稳行动 在网上开始清理关于徐州巴海母亲的案件信息 北京时间2月14日周一深夜 网民徽司发文 参与调查所连女的网民陈酿数据库两度被消耗 参与协助巴海母亲杨某侠的志愿者 我能抱起120斤和小孟姐姐小拳拳已被徐州警方证实 他们涉嫌寻衅滋事拘留 在如此敏感的时刻 北大100名学子能站出来为中国妇女呐喊 实属勇气可嘉 虽然他们的声音很快被和谐 但他们的行动正一点点推动事件的发展 如果更多的中国学者 大V官员站出来为底层人民说话 关注社会底层的现状 徐州巴海岸才不会石沉大海 变成又一桩迷岸 除了北大 清华 人大 浙大 川大 武大 南开 等几个名校校友都成立了拐卖关注群 北大联名信发出后 网友呼吁其他高校跟进 根据网传截图 已有多个高校学子接力发出联署信 但多已被封 徐州铁链女事件持续发酵 但是中共却千方百计掩盖真相 令大陆百姓愤怒 令台湾同胞不斥 令全球震惊 14日 出身徐州丰县的中共主要官媒 中国网制片人 导演王胜强披露 此事就在我们临任 都知道是李莹 但是有人不能让他是李莹 同一天 有一位老兵在微博上发视频呼吁 寻找李莹 告慰战友李大中的在天之灵 王胜强透过微博作证说 铁链女的牙是用钳子掰掉的 男人侵犯她的时候 嫌她咬人 她说我家就是封县的 我有当地村民的录音 村民说她父子三人用一个女人 那时候老头还没有死 她解释道 当局之所以不敢承认她是李莹 是因为李莹的父亲是军人 保家卫国 自己的女儿都不能保护得了 好说不好听 并指出 上户口 办结婚证等没有政府官员参与办不成 一扯就能扯出一窝来 所以坚决不能是李莹 不久 王胜强又披露 老家政府领导来电话了 不让我说这事 随后他删除了相关内容 但他的微博已被截图 并在网上流传 同一天 一个只有不到3000粉丝的微博账号F13 方程氏 发布了一个老兵呼吁寻找李莹的视频 获得了3.4万的转发 3500多人留言 12.3万的点赞 这位老兵质疑 四川南冲失踪的女孩李莹 与铁链女相貌高度相似 但官方四份通告刻意回避铁链女的年龄等关键信息 且无视李莹家属提出的检验DNA的要求 预盖弥彰 老兵要求公开铁链女的结婚照 查验古林 公开验证DNA等 他表示 自己和李莹的父亲虽然不是同时期入伍 但当过兵的都是战友 他说 这个新年过得很不开心 不是因为收入减少 也不是因为家庭矛盾 而是李莹的遭遇让他寝食难安 这段时间呢 我不关心春晚 不关心男族 不关心冬奥会和古外林夺冠 我的脑海里 一时萦绕的是 封献八海母亲究竟是谁 他表示曾多次为此事发微博 发视频 不断被删 但它还是要继续发声 他说 只有所有的人不冷漠 不盲目 这个社会才会更加的温暖 每个人一声呼喊 就会汇聚成巨大的力量 今天不为正义站岗 明天就会为嫌恶陪葬 网上最新消息指 铁链女的大儿子出生日期曝光 为1997年3月 官方1月30日的通报称 铁链女被董家剪到时1998年6月 但2月7日 徐州政府的通报却称 经DNA检测 母子关系成立 台湾名嘴吴子佳 在关键时刻节目中表示 铁链女这种事情 在中国大陆大量存在 这根本是人间炼狱 多邪恶才做得出来 而竟然连央视都帮忙掩盖 他怒斥中共还想要统一台湾 掉脸播 推特上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 湖南岳阳已有市民走上街头 呼吁彻查铁链女案件 现在新冠病毒的起源 越来越指向武汉实验室 自2020年初 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开始 实验室外泄理论 一直被排除在 病毒起源的早期论文之外 如今随着众多内幕被揭露 病毒起源于武汉研究所的理论 已不再被视为一个阴谋 而是在科学界中获得了更多的关注 要求进一步调查 事实上 据福斯新闻报道 上月曝光的美国首席防疫专家 佛奇部分电子邮件 证明佛奇 以及已退休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前院长科林斯 早就知道病毒可能是从中国五都所泄露的情况 而且可能已经过基因修改 而佛奇领导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 也疑似曾资助中国从事改造病毒的功能增益研究 福斯新闻与几位研究过COVID-19病毒起源的科学家和调查人员进行了交谈 他们列出了十个理由 表明这场祸害全球的病毒大流行起源于武汉实验室 第一 未发现任何可能是中间宿主的动物感染新冠病毒 第二 没有任何大流行前感染的证据 第三 病毒的遗传指纹是非常独特 从未在天然冠状病毒中观察到 第四 病毒出现在人类身上时 已经优化成极具传染性的版本 第五 武汉研究所此前就在研究蝙蝠冠状病毒 并从事改造病毒的功能增益研究 第六 中共不配合调查 使调查人员没有完全进入实验室 也没有获得全部数据 第七 实验室泄漏并非少见 因此不应该在大流行发生后 马上排除这种可能性 第八 武汉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在社区感染爆发前就病倒了 第九 武汉研究所与中共军方 进行秘密研究计划 第十 美国国卫官员和相关人员 透过精心安排的努力 在新冠刚出现时 迅速反驳实验室外泄理论 在俄罗斯宣布撤回部分部署在乌克兰边界附近的军队后 拜登就乌克兰紧张情势发表谈话 他表示 俄罗斯对乌克兰攻击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美国针对的绝对不是俄罗斯人民 美国尚未核实俄罗斯军队的撤离 如果俄罗斯攻击乌克兰 制裁已经准备就绪 白宫在声明中说 拜登在巴黎时间21点半发表谈话 重申美国仍然对与盟邦密切协调 进行高阶外交斡旋 保持开放态度 拜登还表示 美国向俄罗斯提出的新的军控措施 声明中说 美国仍然相信外交与降温是最佳的前景之道 但是准备好面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局面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 拜登不会宣布新的政策 普萨基说 他会谈论当地情势 我们已采取的行动 准备采取的行动 以及和美国与全世界有什么利害关系 还有这可能对国内的我们造成什么冲击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妄为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